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亲妈 她竟天天给儿子下药 把她当成赚钱的工具 要不是这起事故 她的阴谋可能永远不会被拆穿 女人意外被吓在阳台上 身体无法动弹 腿部也受伤严重 救援对火速感的现场 将旁边的地板撬开后 弄出了一个更大的洞 将女人成功拉了上来 然后台上担架送往医院治疗 但女人不放心自己儿子 队长说可以带她一起去 女人却说儿子患有免疫缺陷疾病 抗病毒能力几乎为零 根本不能轻易出门 更别说去医院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艾迪自告奋勇留下来 帮女人照看孩子 从她口中得知 母亲为了照顾自己 平时无法出门工作 只能在网上众筹上款 来给自己治病 回家后 艾迪将男孩的事告诉妻子 妻子本想给男孩捐款 但她却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女人在不同网站 发布众筹信息 每次都用不同地点 不同账户和身份 很多人留言评论 说她就是个大骗子 把儿子当成赚钱工具 利用网友的同情信来骗钱 各有人怀疑 男孩对病就是女人造成的 第二天 艾迪将这件事告诉队员 她回想起 在女人家中 发现很多饮药水 老齐表示 饮药水还有特殊成分 可以造成男孩目前的症状 除非刻意检查 否则根本发现不了 正当几人准备报警时 艾迪接到男孩的电话 说母亲倒在地上抽搐布置 等救援队赶到后 女人躺在地上没了呼吸 而在男孩手中 发现了一瓶饮药水 男孩这才坦白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 妈妈给自己食物里下药 他感到很好奇 于是趁母亲不注意 给他食物里也放了一些 但很明显 男孩放的剂量太大 男孩非常后悔 艾迪赶紧安慰他 说你不是故意的 而男孩之所以没事 只是剂量太小 其实他已经中毒很久了 如果不是真实事件改变 很难相信天底下 竟有如此恶毒的母亲 希望所有的孩子 都能被温柔以待